人生很短,不为小时生气,不为小人烦心,发怒不如发愤,生气不如争气,但人生气我不气,才是人生大赢家,人不能想太多,想多了人遭罪,心不能装太多,装多了心崩溃,情不能握太紧,握紧了手会累,活着,想那么多干嘛,别有事没事的整天瞎琢磨,想通了自然好,想不通心就受折磨。 别轻易去钻那个牛角尖,想要快乐恐怕都难了,很多东西,是你的不用争,不是你的不必争,何必消折腾,命运不会偏向谁,更不会窥欠谁,很多感情,是你的不用留,不是你的不必留,何必太执着,原来坦诚相待,原去坦然对待,上天给我们一颗心,不是用来煎熬的,而是用来快乐的,老天给了我们一次 生命,不是用来难受的,而是用来感受的,人生很短,别把自己亏待,岁月不长,别把自己溃对。 所以,该吃吃该喝喝,或是比往心里面割,该玩玩该乐乐,切切要好好的活着,如果不能改变风的方向,却要想办法调整风三。 如果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,就需要改变自己的心态,微笑着面对生活,即使一文不明也能识得香甜,微笑着面对人生,即使在黑暗中,你也能看到希望的曙光,不能生气的人是傻瓜,不去生气的人才是智者。 生活有起有落,日子有苦有甜,何必去动气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